请问神父,在出古记中,天主一再的使埃及人心应迫害追杀犹太人,这是否干预了人的自由意志? 请问神父,在出古记中,天主一再使埃及人心应迫害追杀犹太人, 这是否干预了人的自由意志呢?非常好的问题。 对,神经里说,多次不知是旧约,心约也这样说,天主是人心应。 我们觉得这个说法有问题,所以问问题非常好,需要了解。 怎么了解呢?我们基本的方法是,收集圣经里头,关于这一方面的,圣经给我们讲的所有的资料。 那今天,我在看《撒末尔上》第六章,在第六节,看到跟这个问题非常有关系。 所以在《撒末尔上》第六节。 但是,在记载里,佩洛舍特人打败了,也抢走了蒙月之贵。 可是,以后蒙月之贵使他们很不舒服,所以他们开会看看怎么处理这个伊斯利的蒙月之贵。 所以在第二节说,佩洛斯特人召集司机,问他们,他们的司机怎么处理满月指挥呢? 司机给他们的回答,第六节有这么一句话 你们为什么,佩洛斯特人,为什么像埃及人和法郎一样幸运呢? 不是善途弯弄了他们以后,埃及人才放走了他们吗? 为我这些佩洛斯特人讲的话,给我这个启示 佩洛斯特人没有说是善途、见途、让法郎行应 他们是外交人,他们是知道那个事实就是讲那个事实 是谁说是善途、是法郎行应 是以色列,是信徒的团体 可能你们记得前几次说过 以色列非常肯定,唯一真实造物主也是历史的主宰 为了为了表达,为了表达肯定这个事实 他们就是这样讲 是善途、是法郎行应 前几次了也结束了 善途做历史的主张有两个方法 是直接的见解 现在如果问是善途直接让法郎行应 一定不是 如果这样,他一定是干涉了法郎王的自由一致 可是善途容忍法郎王行应 那为以色列人,这个容忍 也是善途、也是善途负责的 所以很奇妙 这个本来很难听的说法 那实际生是一个很好的心得的表示 善途是法郎王行应 人的一切是来自天主 天主给人自由 现在人自由地选择行应 天主尊重这个自由 因为只有是他给人 可是除了尊重他又没有负责呢 现在我们放心一下 这个历史主宰的天主 怎么尊敬我们的人 也怎么负责我们的一切 好,我们会问七个问题 每一个问题 每一个问题要问 要答耶稣或者是什么 是或者不是 这样可以了解 就是圣经多次讲的 天主是法郎王行应 这个是圣灵系 好,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心应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或者这样的 或者这样的 心应是不好的 对 是一个罪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心应 好,第二个问题 天主是无限的真善美 天主可不可以做不好的事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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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天主可不可以阻止 法郎王行应 不可以 如果他要 他可以 可以阻止 对不对 有时候可能 天主采取这个行动阻止 可是 他没有 所以第四个问题 他可以阻止 第三个问题 他有没有阻止 法郎王行应 没有 因为法郎王真的行 好,第五个问题 既然 天主没有阻止 法郎王行应 天主有没有责任 有关法郎王的行应 天主有没有责任 有 为什么有 因为法郎王的自由是天主给的 当然法郎王行应是滥用自由 可是自由是天主给的 所以 天主有没有责任 有 第六个问题 天主有没有 否认 自己有责任 天主有没有拒绝 负责任 没有 那现在 神经的这个说法 就是有这个意思 天主是 法郎王行应 他的意思是说 他的意思是说 天主会负责 法郎王的信任 因为 法郎王是 凭自由去 去信任 大概是浪用自由 可是这个美好的自由呢 是来自天主 是天主给他 所以天主负责 法郎王的信任 那这个是一个伟大的好消息 法郎王信任 是代表我们 我们全部人类的罪过 我们多少少有自己 信任的 信任的经验 犯罪的经验 滥用自由的经验 那天主会不会负责 会 最后一个问题 天主怎么负责 就是 天主这样负责 耶稣的十字架 是天主 服务者 人的罪过 为了解决我们犯罪的问题 为了解决法郎王行应的问题 永远的天主将生成 变成跟我们完全一样 除了罪过 因为目的 是要解决我们犯罪的问题 所以受苦 受难 死亡 复活 圣天 天主真的是一个负责人的天主 不是一个不负责人的天主 他是我们做爸爸做妈妈 或者兄弟姊妹的罪法 我们要学习天主的负责人 这个美的 所以 听到圣经说 天主是法郎王行应 希望我们看到一遍 这个奇妙的真理 让我们 赞美感谢 祈求天主 愿光我归于父母亲子 及圣神 其处如何 今日以来 直到永远 阿们